中秋連假來到台南東物園 東吳當然也要吃月餅囉 今天要來製作的是 長壁園的月餅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請私議員來告訴我們 好 那到冬天的時候 其實溫度就會下降 我們就需要幫東吳 補充一些熱量跟蛋白質 那我們就利用就是 澱粉碳水化合物比較高的地瓜 以及蛋白質高的雞蛋 然後以及吸引他們喜歡吃的 水果甜甜的 就是他們會比較愛吃 把它結合成他們喜歡吃的月餅 好 那今天就由我來製作了 我們開始吧 那這個是地瓜泥 對 地瓜泥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雞蛋跟水果 各放一小塊進去這樣 十分的挑戰廚物 好 我們放一點蘋果跟 這是葡萄 對 葡萄 好 然後包起來之後 好 包起來 好口 好 捏成球了之後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要壓花 但是出鍋 我們就是要先用一個花生粉 好 這個堅果 其實對他們來說 會有豐富的胃胎基酸以及脂肪 可以 好 好 勉勉強強了 這個就是等一下 我們長筆圓要吃的月餅 來看看賞不賞光囉 這個月餅長筆圓到底賞不賞光 我們來請小朋友幫我們餵看看 小朋友 來 這個月餅來幫我們丟給猴子 來 一個 丟大力一點喔 我拿到了 拿到了 可是我丟太遠了 你丟太遠了 你有沒有看到長筆圓吃月餅 覺得怎麼樣 很好吃 很好吃啊 有沒有覺得很可愛 好可愛 那我們今天的月餅挑戰算是成功了 不過啊 動物吃的月餅是 原方特別精心製作的 一般民眾不可以隨意的 就是亂丟東西給他們吃 所以看到長筆圓這麼開心的吃 我製作的月餅 我心裡面也是很開心啦